而今天也是邮局开卖振兴三倍券的首日 为了要疏解购券的人潮 采取身份证单善号分流制度 但是记者实际走访台东的两间邮局 却发现两地的领购作业不同调 一处是贴出限量发放200份 而且还严格实施分流 另一处则是来者不拒 甚至连外地的游客也来排队购买 那么在短短两个小时内 就售出了近150份 日本三倍券15号在全台各地邮局正式开卖 台东风亭邮局上午6点20分就有民众来抢投降 因为往旁边一看公告栏上写着限量发放200份 民众就怕来晚了票券销售一抠 这卡早一点来啊 要不然因为人弄太多啊 而且他就限量200份而已啊 太晚来也没有了 健保卡给你签购 然后要带 而早在正式开卖前 中华邮政就超前部署 宣布采取身份证单双号分流制度 疏解构圈人潮 并设置专办柜台 加速作业流程 但记者走访另一间位在台东资本的资局 却发现了领购作业不同调的情况 资本资局可说是来者不拒 就连游客都顺路来卖 短暂两小时内就发放了近150份 我觉得搞不好会比较慢耶 因为我觉得这边好像蛮顺利的 然后人也比预期的少 我们本来也有规划说单双号 但是有的我们这边属于乡下 有的客户他根本资讯不为很通质 但是为了不要造成他们的困扰 因为有的是坐机停就过来 台东邮局也表示 在辩明的原则下作业程序重宽 至于限制发放数量 只是根据电脑系统最大效能所做出的推估 只要系统能够负荷就不会限量 邮局开卖振兴券首日 台东地区虽然一度系统当机 停摆将近20分钟 但民众普遍都能在两分半钟内完成领购 服务表现撑得上市相当满意 记得创家会台东组合报道